大家看到我面前这些个了吗 是不是非常的好看 看叶子很新奇 我手里面拿的这个 你别看叶子好看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名字 有的话我给他一看就想象到了 红拖鞋 那面前的这些个都是一些官叶海棠了 五颜六色的特别多 然后去年跟前年的时候 有炒作过 然后一盆卖到一两百 老花印也给大家整来了 现在就19块9一盆了 基本上就不存在什么 贵不贵的事了 有的话我说老师问老花印海棠怎么养护 其实你别看海棠 脆脆弱弱的 它里面有很多的水分 你要知道的是 它比较耐汗 大家在养护的时候 不要强光的猛晒 有那种 半羊的一个日照 这个完全就OK的 之后就是浇水了 浇水要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如果说发现这种老的一个叶片不好了 你像这种有胶边的这类的 你可以剪掉 它还会长新的 它的生命力很强的 它属于那种老装型的 咕噜咕噜一直往上涨 该用肥的话就用肥 用通用型的就行了 而且它还会开花 你不论是秋海棠 丽鹅海棠 还是什么样的 只要是这种草北的一些个海棠 你都可以按照这种方法 只要是温度不低于10度 它就不会冻死 只要是 比较强光的猛晒 叶片就不会晒伤 洗羊 但是呢 35度以上中午的日头 一定要避开 要不然也会容易嗝屁 之后呢就是多给一些光照啊 它的叶片的颜色会更加的 逊丽多彩更加的漂亮 颜色呢有很多品种也很多 喜欢的触宝呢 你可以点击下方购物车 一边关于海棠的一个 养护啊 分享给了大家 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嗨 嘿嘿 嘿嘿